大陸国家主席习近平抗力目前正在中美洲哥斯大离家进行国事访问 并且与加勒比海八国领袖举行高峰会 东森新闻现在就电话连线给东森记者吴中国 请他进一步来解读习近平的中美洲访问 吴大哥您好 习近平5月31号要出访中美洲三国 现在第二站哥斯大离家进行访问 据你的观察他此行将有哪些收获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习主席习近平主席是在5月31号 出访中美洲三个国家 包括了第一站是先到了千里达 然后第二站也就是在6月2号 那一天抵达了这个哥斯大离家 是他第二站访问行程当中的国家 请问说哥斯大离家是中华民国过去的盟邦 邦交国 他直到2007年的5月底跟中华民国断绝邦交 那跟中国是在2007年的6月1号 这个缔结了邦交 正式成为邦交国 所以这次习近平出访就选择在 这个跟哥斯大离家建交7周年的 这个纪念的很有意义的一个纪念的日子当中 他去访问哥斯大离家 那我们也知道哥斯大离家是中美洲的几个国家当中 唯一现在承认中共的这个国家 那其他旁边附近的几个国家 包括了这个多米尼加 包括了这个瓜地马 包括了这个 这个还有其他的几个国家 都没有跟中国有任何 包括了叫做黎加拿瓜等等 他们都跟中国还没有建立邦交 那这是我们过去的一个邦交国 那在2007年跟我们断交之后 那他这个决定平选择 在6月1号 6月2号这一天 他们建交7周年这一天来访问哥斯大离家 当然意义很重大 那当然他来了这个访问哥斯大离家 也带来了这个同样的 跟其实跟中华民国过去一样 就是到这边来撒银子 然后来这个 已经这个跟他们签约 要这个资助他们20亿美元的这个金元 这个包括了这个 在他们的这个炼油工业上面 也就是他们的各国的一个大型炼油厂 要帮他们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准 那另外还有包括在修筑高速公路 以及这个这个经贸方面 所以这个可以讲说 这个两岸啊 之间在过去啊 这个其实在这个外交战场上面 双方其实打的战略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相同 也就是靠经验外交 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同样过去中华民国外交的这个做法 也在中国现在同样的在采用当中 好的 吴大哥 同时呢 这习近平还要跟加勒比海八国的领袖 进行高峰会 这场高峰会会有哪些具体的成果呢 其实这个加勒比海的国家 这次有八个国家 也就是在千里达跟这个习近平 他们做了一场高峰会 这个引起了大家很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因为其实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啊 他在5月27号到5月底 就在这个加勒比海 也就是在这同一个地点啊 与这个加勒比海的八国领袖 进行了高峰会 所以等于说美国的副总统才走 那习近平就到访 而且立刻也在同一个地点 同一个国家 就跟他们这个八个国家 举行了这个高峰会 那当然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这个意义的代表说 中国在这个世界 也就是世界局势当中 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美国虽然对美洲地区国家 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那现在中国也来告诉 中美洲加勒比海这些小的国家 让他们知道 中国也愿意承担这些责任 也愿意对这个世界的局势 承担一个重要的角色 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那我们也知道 而且在这个会议当中嘛 主要习近平跟他们主要谈论的主题 包括了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经贸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人员 希望在能源上面 能够跟这个加勒比海 做更多的这个合作 那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看到一些国际媒体的报道出来 就是其实出席的几个国家的领袖 他们都对习近平留下蛮深刻的印象 那包括了所谓的巴哈马 巴哈马他们的总理就说 他们一想到说习近平会这么样子 对待像加勒比海这几个 比较赛来讲 他们的size 他们的人口他们的面积 都是在世界上相对来讲 非常非常小的这个国家 但是他们也想到说 习近平飞了个大老远 跑去跟他们做这个举行高峰会 所以对他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深刻 而且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在这个加勒比海 以及这个中美洲 都是所谓两岸外交的 这个所谓过去在这个 还没有所谓外交修兵 这个之前是两岸在这个外交战场上 非常竞争的一个场地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等于说 现在第一个他访问了这个哥斯大利加 已经是这个过去是台湾的邦交国 那现在成为中国的这个友邦了 那未来会不会在这个中美洲 以及加勒比海继续的影响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那是不是会产生很大的骨牌效应 让我们的盟邦 让我们的这些邦交国 在这个中国的强大的这个利诱之下 而纷纷的跟我们断绝邦交 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都是我们 其实中华民国的外交人员 中华民国政府都要特别特别注意的 这个这一点我们要提出来 请中华民国政府要特别特别注意 吴大哥最后习近平的行程 最后一站是跟美国总统欧巴马 在南加州欧席会 我们了解南加州的华人华侨各界 预计将有盛大的欢迎场面 来迎接习近平吗 是的 其实这个欧席会是在6月7号8号这两天 也就是这个星期五跟星期六 在南加州的这个一个沙漠地区的 一个度假圣地叫做Renture Mirage的 这一个梦幻牧场 它有一个庄园叫做安纳伯格庄园举行 那我们知道南加州是台湾侨胞很多的地方 当然现在这几年中国来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华人华侨也非常非常多 我们知道在十 其实在16个月之前 也就是在2012年的2月份 习近平那个时候就以副主席的身份 也来过南加州 那之外跟这个南加州的华人华侨举办过 一场非常盛大的 大概超过现场500人的一个大的桥宴 那当这一次是习近平夫妇 他们到这个庄园 这个安纳伯格庄园去接受 这个美国总统夫妇的一个私人的一个款贷 然后举行这个欧席会 所以当然现在目前各项的行程 我们可以知道说大概是保密到家 已经距离真的习近平到访 也只剩下大概72个小时了 对不对 那但是现在到底他会在哪一个机场降落 目前为止相关单位都不肯透露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国安的一个考虑 就是一个安全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安全上的考量之外 我们也知道美国毕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每次中国的领导人来访 都会受到这个所谓的一些 这个所谓大陆的异议人士 或者独派人士的一些出来抗议 或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现在可以说是 我们问中领馆方面 我们到底要到哪个机场去 去采访去迎接 但是他们都三间求 他说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们 你们要死单拜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侨胞也跟我们反映 他说他们目前啊 真的是有点点像是 这个热锅上的蚂蚁 大家非常的忙碌 大家非常非常想要去热烈 欢迎习近平夫妇 抗力来这边 但他说现在都还是外界非常保密大家 让他们也不得 这个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能够规划 他们形成 但现在他们就说 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到那个当地 也就是这个Palm Spring的地方 他们已经在那边 大概估计大概有将近三四百 一个侨胞已经在那边 租下了这个当地的这些旅馆 那个准备在那边就在那边过夜 因为大概从大概这个星期三之后 星期四之后 他们就陆续会到那个地方 准备在当地来热烈的迎接 这个习近平他们 那我们也知道当地的旅馆嘛 本来在两个礼拜之前 这件事情还没有宣布的时候 当地的旅馆的房间 只要95块钱 一个房间 那现在已经是水涨船高 而且是一房篮球 根本房价已经大涨到200多块钱 而且已经全部都收到 已经被定光了 我们可以想到 当然这是一个焦点 全球的焦点 全世界来的媒体 以及现在如果 那个侨胞们要去加油 要去欢迎这个习近平他们 你就可想而知 那当然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这次习近平的夫人 他的美丽的夫人 彭丽媛女士也随行 那我们知道上一次 三月份习近平出访 这个俄罗斯的时候 习近平彭丽媛的风采 就已经成为美光灯的一个焦点 那这一次他同样 现在在中美洲的访问 我们看到各地的媒体的报道 彭丽媛依然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他不但这个美丽的外形 跟他的这个得体的一个 庄重的一个表现 还有另外加上他 因为他有个音乐家 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声乐家 所以他以音乐家的背景 常常用这样的一个柔性的外交 软性的方式 在当地赢得了非常好的好听 所以我们当时这一次 在现场 我们东方新闻会在这个 这个安纳伯博庄园来做这个采访报导 我们当时会把最新的庄围 随时的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这一次 我们需要再把这个最新的讯息 告诉大家 主播 好 谢谢吴大哥 相近的说明